恩亨亲密叫杨密老姨。这些年杨密和霍斯燕的关系到底怎么样? 杜江合伙斯燕的儿子,杜宇齐也就是我们的恩亨大王,接连参见了爸爸回来了,爸爸去哪儿?妈妈是超人,今年不到五岁的恩亨,也是我们一众老阿姨们看着长大的。 记得看爸爸回来了的时候,恩亨年纪还很小,不会讲太多的话,是所有孩子里面最小的,后来参加爸爸去哪儿和妈妈是超人,小斌发现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子纵身一遍变成我们的情话小王子。 总是对爸爸妈说情话,爱妮也是经常挂在嘴边,真的是贴心的小棉袄。 看过妈妈是超人之后小编才发现,为什么恩亨的情商这么高,情话又那么多。 或思念本身情商就高,三观也正,对恩亨也教育也是十分周全。 对恩亨的爱也是经常挂在口上的,也肯尊重恩亨,给他选择的自由,会倾听他的想法,是一个超级合格的妈妈。 相信恩亨将来也是一个高情商的人。 在最新一期的妈妈是超人里,霍思燕带着恩亨去博物馆,意外发现了杨密的模型,霍思燕立马说这是你老姨。 而恩亨,直接说了句再见。 可能是因为大秘密的模型和本人不太像,所以没认出来这是他老姨。 不过这中间有一个更大的信息量。 其实,杨密和霍思燕之前都是泰迪姐妹团的成员,都是一群杨泰迪的小女生。 这个团体还是霍思燕创立的,杨密前妻是团内活跃人员,年纪相仿,话题多多。 但是后来有传闻杨密与这些姐妹感情破裂,霍思燕和李小璐的婚礼没有见到杨密的踪影。 有传闻是霍思燕抢了杨密的角色,杨密又对外说这个角色很不激眼。 还有传闻杨密打了霍思燕一巴掌,两人感情破裂的传闻就这样在网上传开了。 而后来杨密结婚,泰迪姐妹团虽然都没有到场祝福,但是也在微博上表示了自己的祝福。 只有霍思燕没有任何表示,当时网友都相信两人交恶已经是事实。 但是这次霍思燕主动在节目里提到杨密,还开玩笑地称杨密为恩亨老姨,如此亲密。 看来两人关系也没有网上说的这么恶劣。 本身娱乐圈的事情就不好说,而两人的长期不互动在网友看来就是娇恶的表现, 所以小编还是觉得有些事情不要太看表面,关系好的朋友不需要直白的感情摆在表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